殷州王逼返了黄飞虎啊,这位吴承王也是万般无奈啊,他本想啊,把这口气忍下去,可他手下大将不答应。 呵,这几元将,那火气冲天啊,黄飞虎一想,这事儿是挺窝囊,啊,是的呀,找这个天子啊,理论一番,按照吴承王的这个心气啊,还是不要翻脸动手,毕竟有君臣之分。 这样传扬出去是好说不好听,可是自己率兵将来到五朝门这儿,那皇上从里边就杀出来了,赵王也是一肚子邪火啊,好啊,即便是你的夫人跳楼了,啊,黄娘娘,被我无意中,我也不是诚心的,就推了他一下, 把他推在楼下去了,你也得容我分辨分辨啊,哪能率领大队人马,包围五朝门啊,你要想篡位是怎么着,君臣见面,没什么可说的了,当时是刀枪并举,一场混战,杀了个天魂地暗啊, 这等一交上手,那么君也好,臣也好,都没有什么顾忌了,也没什么想法了。 现在作为黄飞火汗们的一枪,把暴君赵王挑起安脚,那赵王呢,也想一刀把武城王劈死在武门前,我也让满朝温武看看,这就是反臣的下场。 所以全都咬着牙发着狠,好嘛,杀的眼睛都红了,这哥仨呀,再加上几员大将,这一块围着这赵王,这赵王可是真够用的呀,真是刀麻纯熟啊。 就眼前这几员大将换了别人,甭说打呀,吓呀,吓得腿也软了,赵王今儿啊,反倒是越战越勇。 黄飞火兄弟三人,把手里叫天子们一摇,各自来了一个银龙白尾,三条枪,刷! 一起,就朝这位赵王天子扎过来了,好,枪分三路,上中下呀,武城王倾锁赵王的咽喉,二千岁黄飞镖的枪,是刺赵王的胸窝呀,他不值得往里刺,因为有护心宝镜,你也刺不动,他顺着宝镜的那边那儿,也就是说护心镜左侧,那缝那儿往里扎。 三千岁黄飞镖呢,请辞周王的小斧,三条枪啊,那就如蛟龙出海一样,一起刺过来了,哎呀,这王暗自打了个冷战啊,他右脚这么一踹凳,左腿一场当,磕就干一磕,这飞火山,啪! 一削这马,这马这么一搏头,周王把这大刀由上往下,咔嚓一下,用刀头把三条枪都给压住了。 这可真应了那句话叫叫上劲了,三条枪想把周王打刀给拨飞了,周王丝毫不敢大意,他要稍微的缓这么一口气,松一点劲儿。 那是准招一枪啊,没别的可以解释啊,就在这一瞬间,大将黄明这么一看,这机会可太难得了,现在赵王全身贯注啊,把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三位王爷的那枪尖上了。 我呀,我给你来个脑后摘筋得了,黄明一抬手,由背后悄悄的被大剑钢鞭抽出来,他小腹一创铁梁马往前这么一长腰,就到了周王的身后边。 来了个丽皮,华山是由上往下,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气,不所有的劲儿,所有人用到这钢鞭上,罩着这周王的那后背。 这边打得太硕士了,被周王天子后边的护心宝镜打了个粉碎,哎呦。 这边把周王给打得,嗡的一下,头晕眼发黑,这个真是金灯换银灯啊,啊,俩眼冒金星,周王往左这么一栽右边一晃差一点,由打马上摔下去,砰。 嗯,这怎么回事,三千岁那枪啊,正好,打着这王,这左腿的腿面上,哎呦,他那蒸唇啊,怎么一飘,如果这个蒸唇不飘起来的话,还刺不中他的腿。 后边安一边,腿上饶了一枪,周王可实在受不了了,他差点把大刀扔了,摩马就摆上,呼的一下,摆出好远来,周王就觉得心里发烫嗓点,发咸呐,不好。 他想不张嘴,不张嘴不行啊,飞吐出来不可啊,哇的这么一声,哎呦,一口鲜血喷出来了,染红了逍遥马的马头啊,这下,可把玉林军啊,还有镇殿将军朝雷朝天,给吓坏了,怎么了? 吓坏了,朝家二将一看,这是真干啊,一点水分都没有啊,好家伙,这黄明,这一边,差点打着天子金断苦车,把皇上给打吐了血了,二将赶快过来护驾呀,哇,及时匹战马这么一裹,就把周王给裹进五门去了,嘎吱的这么一声光荡, 关门上顺下锁,五朝门上边啊,就弓箭齐发,弓箭齐发啊,有的啪啪啪射箭,怕黄乎飞虎他们攻上来,有的呢,来不及射箭,把弓就扔下来了,全蒙了都, 吴成王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黄明这一边,差点把皇上有马上给打下来,黄飞虎心想贤地啊,你不应该这样啊,怎么,咱们,咱们教训教训他,让这昏君明白明白就得了, 跟他呀,真不真假不假的,打上几十个回合,咱就撤了,你哪能真吓家伙呀,这打个好点怎么办,黄明看出来了,看出武成王的心思来, 千岁,不要再次战战了,府中车杖已经完全备好了,咱们赶快杀出昭歌城, 一声炮响啊,离开武门,往城外上,武成王率众教,到府里头,会合车杖,就要离开昭歌, 赵王啊,挨了这一边之后,回到宫里都下不来马了,朝雷朝田,把皇上有马上给背下来了,背到了酒店店, 赵王告诉朝雷,把寡人放下,哎呀,这个有没有止血的药,怎么回事先喝点就受不了,朝雷朝田啊,心里也不知道什么滋味, 他们想哭啊,哭不出来,想笑又不敢笑,为什么要哭啊,看皇上太惨了, 那怎么还想笑呢,心里说,我们这位皇上这起格真够可以的呀,挨了这么一边, 你看,他现在要点止血药,哼,众大臣一通忙喝,皇上,这算喝了点药, 哎呀,稍微啊,稳当点儿,药也真好使,大概是白药之类的吧, 甭管什么药吧,反正是挺好使,当时真把血止住了, 这王俩手扶着龙叔岸啊,哦哟哦,缓了半天,她才把这口气缓过来,吩咐一声,叫废重游魂来见我, 去调费众游魂 把这俩给吓了 亡魂接冒啊 费众游魂早就知道了 现在昭歌城啊 已经大跌小象 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了 武城王黄飞虎反了 武门前大战皇帝 啊 君臣交锋 听说是 也被乃元大将 把皇上给打伤了 现在叫咱们进宫去 咱去不去啊 有魂子必听 咱爬下来爬上去啊 怎么这叫关键时刻啊 咱得在皇帝面前表示表示 话又说回 这武城王本是在的 你可别忘了 这是首都昭歌 天子呆那地方那叫龙亭啊 不会有什么风险吧 那咱们也 也别走前门 咱们从后边溜进去得了 这俩顺着墙根 溜进了皇宫 多了多说 哎 到赵王面前后指 赵王一看 二位爱情来的好啊 烦了 烦了 非中游昏明白了 这说谁呢 说武城王烦了 万岁 您不要动怒 这区区小事 何足瓜齿 什么什么 这王一听 你们真是会说风凉话 站着说话 不腰疼 区区小事 武城王 带兵将 反了我的武门 差一点就杀进皇宫来了 也就是寡人吧 把他们给镇住了 可是 现在 寡人中了他们一边呢 中了这 有儿黄明的奸计 现在不说这个了 你赶快告诉 精英殿帅 卢雄 把武城王 给我截杀 回来问罪 非中游昏 当地领旨 孙旨 俩人跑到酒间店外边来商量 哥们 你去是我去 哎呀 又回一听 大哥呀 这一时候可就得是您出马了 小弟我哪行啊 怎么 我现在都懵了 我见着鲁雄 也不知道怎么说什么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是 这纸啊 我也不知道 怎么去传 你来得了 非中 这么一听好啊 先帝 到了接口眼的时候 你就一脚把我踹出去了 我明白你的心思 你是不敢去呀 你去找鲁雄 你怕半路上碰上武城王的人 就活不成了 让我去 你以为 我想去吗 要不 要不咱俩一块去得了 这俩战战兢兢害怕着慌 跟偷了谁似的 跑得鲁雄 帅斧来了 俩人到这儿顺马上出流线 站在这儿拉着马 一看呐 呦 非中游魂啊 那水是妖 有点往其挺 刚才是鲁雄仆 挪后边去了 现在呢 这精神头啊 剑长 他们俩看见什么了 一看鲁雄率府前 这些将士们 好威风啊 一个个是亏名假量 刀枪在手 攻上前 刀出鞘啊 哎 看来 这位老元帅有点准备 可能 俩人站在门口这儿 弹缩一声 请到里面 通禀你家元帅 圣旨下 鲁雄接旨 鲁雄干嘛呢 把这位老将军鲁雄啊 可给紧张坏了 武城王造反了 他知道了 人家武城王黄飞虎啊 是天下都招头兵马大元帅 自己啊 是经营殿帅 代管御林军 这么说吧 昭歌成这儿 百事里方圆 这个圈圈 归鲁雄馆 那他的职位 比武城王呢 还差了一大截子呢 好端端的 老千岁怎么会反了呢 当听说了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 全部过程 鲁雄啊 难过了 替谁难过呀 替武城王黄飞虎啊 这不愿人家 老千岁 这皇上太失礼了 君不见臣其离也 哪有作为皇帝 给大臣的夫人 敬酒的呀 碰杯的 没这个道理呀 人家假之夫人 未权忠烈 跳楼自尽了 嗨 皇上更不应该 把皇娘呢 给抛下摘星楼 你说这 这怎么办呢 鲁雄着急 不是别的 他准知道 皇帝得给他下旨 劫杀武城王 我劫不劫 我要是把人截住 这玩意儿 理太亏了 再说 自己虽然 年纪 比黄飞虎大几岁 但是我是人家的属下呀 这鲁雄着急呀 就是着这个急 截也不是 不截也不是 哎 鲁雄啊 灵机一动 干脆我摆个样子得了 哎 反正让皇上知道了 你看 你看看 鲁雄早有准备了 来旨意呢 我就按旨而行 没有旨意呢 我就在这儿拉着架子 等着 不管怎么说 啊 我原门大开 被公上贤刀出鞘 架子拉得十足 也就算可以了吧 鲁雄现在已经啊 全打探明白了 朝中所有的文武大臣 家家都关门庇护 全都装龙坐呀 谁也不燃这茬啊 只有鲁雄这儿啊 还真像那么回事 现在一听说圣旨下 接旨吧 费中与宣度旨意 呵 吴城王黄飞虎啊 罪不容诸啊 应该是满门大小三百余口 一个不留 一起推向世曹 挨个问斩 鲁雄当机领旨 告诉费中游魂 二位大夫 请回复圣命 我鲁雄现在就去追杀黄飞虎 吩咐一声 背马 当机把战马给拉过来 啊 费中游魂 微微一笑啊 又老老将军了 鲁雄看着这俩人上马走了 他转过身来 看了看身边的马童 这马是你背的 是啊 老将军 您不是吩咐了吗 让我背马 谁让你背这么快了 啊 我那匹老马哪儿去了 啊 马童当时傻了 怎么 您这匹马多好啊 这 这是酒精沙场的战马呀 啊 那老马 您不是说把那马扬起来了吗 今儿怎么想起那匹马来了 少说废话 把那匹马给我拉过来 哦 马童没明白 鲁雄啊 是不愿意骑这匹战马去追赶武成王 现在最好啊 能头牛骑 越慢越好 你反正慢也好 快也好 这得追啊 将领船船下去了 四门紧闭 绝不许 放武成王黄飞虎出城 这时武成王黄飞虎哪儿去了 已经啊 也算是一名 也算是一名能争冠战的将军了 哎呀 把阴破败给愁坏了 他发什么愁啊 他现在啊 正在暗自祷告 老天保佑 王家千岁从哪门走都行 千万别走我的北关 他正在这个求天保佑呢 好 有人来报 起兵将军 武成王黄飞虎车掌道 哎呀 你破败差点哭了 你说千岁 你到底还是走北关呢 这怎么办呢 他立刻传令 紧急集合 哗的一下 五百飞虎军 全都站好了队了 阴破败往前一催马 刷的一下 把大刀往手里头这么一横 他瞅瞅手下的三军 方才我已经接到 卢雄元帅的将令了 武成王黄飞虎反了昭歌 带兵将攻取了武门 现在他这祸罪于天啊 啊 是死有余辜 将令已经传下来了 如果要抓住 这个主犯 武成王黄飞虎 那立刻就封侯败相了 就是抓住 黄飞虎手下的一兵一卒 也会有重赏 都听见了没有 众军校这么一看 武成王车掌都到了跟前了 怎么将军还在这训话呀 啊 得提醒将军一声 对 棋牌官往前一代码 滴滴的声音 将军 黄飞虎的车掌到了 殷婆拜听见没有 一个字没落呀 他全听见了 他连一眼都没看这棋牌官 我还告诉你们 今天一定要承门禁闭 放下千金账 不要说武成王的车掌 就是一只麻雀 也不能让它飞出北关 尔登可晓得什么是麻雀 就是那枝头小鸟 大伙都差点乐了 怎么 心说将军什么毛病啊 武成王的这 全家都到了跟前了 您不去抓去 怎么在这根本讲麻雀 这齐百官又提醒了一句 将军 黄飞虎的车掌到了 都 哪个敢在此多言 现在听我的口令 李政 想右转 大伙越听越糊涂 武成王黄飞虎的车掌 由西部过来了 他让这些军校往北看 那看什么呀 给我 起步 追 说我的音婆婆一催马 在前面领路 那军校哪敢不追呀 哪敢不跟上啊 全走了 黄飞虎的车掌到了关前了 守官军校这么一看 我说咱那官长呢 官长那不是往那边去了吗 哦 有那聪明的 那老兵 心里特别亮扫 马上就明白了 将军这是有意啊 放武成王出关呢 我说 开门落锁吧 哥们 金卡托 城门打开 黄飞虎 摔车掌杀出城去了 阴婆拜 领着这些武士们 转了两条街 正好跟鲁雄走了个对面 他一带马 到鲁雄跟前包拳兵手啊 骑兵老帅 阴婆拜奉命正在 劫杀武成王 鲁雄点了点头 可曾看见黄飞虎的踪影 而这个 阴婆拜回头看了看 手下的棋牌官 你们可曾看到 这些棋牌官已经将军 那武成王黄飞虎 已经出城了 什么 阴婆拜大笑一声 为何不提醒于我 这棋牌一听 我跟您说了 我连说两遍 可您让我们向右转啊 这这棋有此理 鲁雄差点乐喽 鲁雄也明白了 心说阴婆拜 你做的对呀 不仅要把守关口 还应该不断的巡视 现在休得啰嗦 来随老夫去追杀 黄飞虎 鲁雄差点乐喽 小鲁雄差点乐喽 鲁雄差点乐喽